天叔,我們來找你聊天啦! 哦?這可真是稀客!歡迎! 惠心,你去找樓下的掌櫃,再加一壺新道的茶。 聽說你們最近又去了不少地方,我也想聽聽你們的冒險故事。 看來你們已經聽惠心說了,放心吧,我的身體沒什麼大礙,只是歲月不饒人罷了。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我開始對許多事情感到力不從心。 最近這段時間,更是感覺精力直線下滑。 雖然大家都說我德高望重,但我也想趁自己還沒老糊塗,把天書星的位置交接出去。 天書星交接,會很麻煩嗎? 在離月七星中,天書星的存在比較特殊。 歷代天書星很少公開露面,大多是在背後出謀劃策,所以不適合公開選拔。 而且,我們希望天書星的候選人,儘量不要受各方勢力影響。 所以,考核與委任也會相對隱秘。 基於這些原因,天書星的更替,通常是上代天書星給出意見,其餘七星成員共同確認。 也就是說,是由天書推薦候選人,然後由克勤、凝光小姐,還有其他七星一起任命。 沒錯,只可惜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來不及對候選人一一考教了。 不過沒關係,我特地找來了一位能力很強的考官。 說起來,聽說你們已經和他見過面了。 咦?是誰呀? 真讓人難過,這才多久不見,你們就把我忘了? 是夜來? 沒錯,是天書邀請,由我來對三位候選人進行調查。 你跟我一起來如何,這可是能提前認識下一代天書星的好機會。 呃,你覺得呢? 我也這麼覺得,和七星搞好關係,總不是什麼壞事吧。 那就這麼說定了。 不過天書,你平時喜歡在暗處謀話,我也習慣暗中活動。 不覺得,我也有成為天書星的前置嗎? 咦,夜來也想當天書星嗎? 我倒是不介意,但你和寧光合作那麼久,他恐怕不會輕易放人。 這樣好了,如果考察的結果是無人勝任,我就推薦你來幫我幹這個活。 沒問題,這事先不急。 考察的內容,我已經提前佈置下去了。 等下我們在一樓見面吧。 在那之前,你們可以先把天聊完。 茶就不用付帳了。 作為岩上茶室的新主人,一壺好茶還是請得起的。 聊完了? 呀,寧寧。 雖然是真的要有三個皇上分析的。 這次看看,是為了個皇上。 她是在信任的在中復合。 这位。 织艺正在求学游历 你可以大致记一下 当然 记不住也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到岳海亭考察他们 前尾 明波 还有织艺 勉强记住了 不过考察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到岳海亭再说就好 打起精神来 这可是涉及七星更迭的大事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明白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才行 啊 啊 啊 站得我腿都麻了 真不知道那考察官在想些什么 这么重要的场合 连张椅子都没有 我也曾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还是第一次站着的别人 我倒是 觉得还好 你那是习惯了 总是像这样接受现状的话 将来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 不讲道理 好了 两位 为这点小事争吵 实在有些不值 千尾 你刚刚的话有些重了 明波 你也别太计较 站了许久 谁都有些焦躁 我看不如这样 既然没规定 我们一定要站着等 那我们不如去附近商会 借几张椅子 也好 虽然那些椅子材质一般 但非常之实 能用就行 看来三位候选人都已经到齐了呢 嗯 很快就会跟他们正式见面 在那之前 我先跟你讲解一下这次的考察流程 这次考察 我分成了两个环节 分别是 时事方略与现场问答 第一个环节是让他们提交 梨月发展规划 第二个环节则是由我们进行现场询问 因为书写梨月发展规划需要时间 所以我已经提前布置下去了 这些就是收上来的报告书 哇 总觉得有一摞特别的厚 顺带一提 我对他们讲了一个要求 不管谁成为天书星 都要将自己规划的内容 悉数落实 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故 否则 不能更改规划书上的内容 所以 眼前这三络文件 其实代表着他们三个人的立场 还有点时间 你可以大致看一看 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在旁边等你 看完之后就来找我吧 グッド 5 4 5 4 4 5 5 10 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是宁光大人亲自来考察 没想到居然来了我不认识的人 我的规划你们应该看过了吧 要是有理解不了的地方可以找我讲解 好 好大的口气 抱歉 我没有特别针对谁 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刘云借风 你认识那位仙人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应该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位旅行者 既然你声名在外 想必有些才学 说不定能理解我的构想 虽然我也没抱太大希望 啊 到我了吗 嗯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明博 隶属于总无私 我在总无私工作了九年五个月零三天 先后处理还有十二期正在处理 预计大概十六天后会全部解决 目前我的工作与城市规划相关 也在负责账目验收与核对 感觉他讲话有些磕磕绊绊的 算了 先停下自我介绍吧 哦 好 你们好 不知两位想问些什么 既然是考试 我看你的规划涉及各个领域 但你好像并未从事许多职业 你能保证自己的规划切实可行吗 两位有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很正常 不过对于规划 我很有信心 我曾外出考察许多地方 当然 不同问题之间错综复杂 对应的结论也有冲突 所以我想要的是 那你怎么判断 自己得出的最优解是真是假呢 规划实行前 由我的同僚 以及岳海亭的秘书们进行评估 规划实行后 一切以最终效果为主 如果真的是我判断失误 我会为此承担 回答得不错 那我们换下 感觉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呢 说话也很有条理 让人听着很舒服 现在可以简单地做个总结了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前尾见识不凡 他在规划里写的许多策略都切中要害 但他为人很有傲气 非常固执 明博的规划更加全面 也更加稳健 能看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但他与前尾似乎是两个极端 明博 总结得真好 最后是知意 他的规划详实 方略可靠 涉及领域是 这可不是走马观花 不下苦功是做不到的 而且他性格谦和 但不过真正让我感兴趣的 是他的许多观点 都与天书 太好了 走 我们回去向天书会报 不够 这 不够 这 不够 这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和我预想中的差不多 那我就直接问了 天叔 知义的规划思路跟你很像 这里面有什么理由吗 给你们候选人名单的时候不方便说 担心干扰你们的判断 不过现在可以聊聊了 那三位候选人都曾跟我学习过一段时间 难免与我有些相似 不过前尾忙于经商 明博有总务司的工作要做 相比之下 知义待在我身边的时间更久 哇 天叔是怎么和他们认识的呢 前尾是一位老友推荐给我的 明博则是我在工作中注意到的 至于知义 倒像是一个意外 刚开始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钓友 后来慢慢熟络 才开始聊各种话题 知义出身寒门 父母过世很早 但他天赋出众 学什么都很快 看到他 我就想到年轻时的自己 于是经常在钓鱼的时候 指点他几句 他也会很快领悟 没错 不知不觉 他就成长到了这样的高度 现在想想 真是令人既欣慰又感慨 年轻人一个个成长起来 我也老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生老病死 果然是人人都绕不开的坎 我怎么觉得天叔的身体还很硬朗 能再为工作辛劳几年 你呀你 用不着安慰我 精力不够用也挺好的 卸下了担子 我终于能像个普通老头一样 自由自在地去钓鱼了 天叔很喜欢钓鱼呢 想要消磨时光 钓鱼绝对是不二之选 而且刚钓上的鱼非常新鲜 在水边处理一下 就能煮出一锅鲜美的鱼汤 新鲜的鱼汤 哇 听上去就非常好喝 是吧 而且前段时间 芝衣还从一位老鱼夫手上 买到了特别的食谱 最近每次钓鱼 芝衣都会带一些处理好的辅料 加了辅料之后 味道比以前还要鲜美 真令人回味无穷 可惜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喝不了几次了 下次能带上我吗 我也想尝尝看 言归正传 天叔 听完汇报之后 你有结论了吗 既然委托你来考察 那我相信你的判断 若非你们问我 知疑为何许多思路与我相似 我本不打算提起 我与他们三位的私交 举贤讲求公正 请你们务必刨除这些外因 将候选人的才华与能力调查清楚 再下结论 记住 一定要调查清楚 我明白了 走吧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那天叔 我们先告辞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嗯 果然就决定是知义了吧 你看 他规划写得好 说话又好听 不急 考察又没有时间限制 咦 难道夜来还准备了什么措施吗 那倒没有 对他们本人的考察已经结束了 不过 给你们一个忠告 眼见未必为实 情报工作最忌讳的 就是只从当事人身上了解信息 真相外面总是蒙着层层迷雾 所以 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情报 文渊 商华 在 叶兰大人有何吩咐 突然就出现了不认识的人 吓到你了吗 这两位是我的手下 文渊和商华 作为我的得力助手 他们平时在附近警戒 必要时也会去执行各种任务 商华精通商务 喜欢以交易换取情报 文渊则多靠游说来获知消息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目前不在场的武配 那大块头在海上盯梢有一段时间了吧 没问题嘛 印象里 他可不会游泳 那家伙命大着呢 这点小风小浪还不算什么 商华 你去各个商会 调查前委的背景 文渊 你去黎月总务司 查一下明博的工作档案 是 那知意呢 知意 作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知意当然是由我们亲自调查了 先去港口看看吧 那里人多嘴杂 是各种消息传播的地方 说到打听消息 不如我们去问问 外有铺子的老板博来 他一直在北码头做生意 说不定听说过什么消息 嗯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去问问看吧 慢眼 咦 波莱今天怎么在这里呀 不是我说 你们这批货要价也太高了 净货价都贵成这样 我还怎么往外卖 唉 老板 话不能这么说 这批日落过 我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当初我不小心掉到井里一枚 整个井的水都变甜了 就算这样 嘘 老板 再告诉你个秘密 荣法商铺的老板 也想从我这进货 我没卖给他 您要是不收 我只能勉为其难 跟他们合作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价钱就按你说的来 有多少我要多少 一门也不能留给荣法商铺 嗯 你们怎么来了 先说好 这批日落过是我先看上的 你们可不能截胡 其实我们是想向你打听一下枝翼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枝翼 那家伙的名声可挺响的 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 据说他出身贫寒 父母走亡 经常被身边人冷眼相待 他曾经的邻居就经常对他恶语相像 然而知义并没有因此报复 反而在邻居破产后 对他们一家多有照福 一知抱怨 终正平和 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这种人才 现在倒也不迟 如果能请他作为我们万有铺子的形象大使 听上去是个好人哪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 你们打听这个做什么 莫非你们也想请他当什么大使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咱们架高者先 正好知义就在那边 不如我们直接过去谈谈 哪里哪里 确实是知义 看上去正在和琳琅聊天 走 我们跟上去听听 尽量不要让他发现 这样收集到的情报才更真实 我先回去拿聘请合同 喂 你们可不准吃毒食啊 喂 我明白了 那我们边走边说吧 我们才会带来 我们不认为 他们就知道 我们才听到 我们也要知 습니까 你 什么 这一千人 我 平时喜欢小卓几杯 他爱富庸风雅 又不想铺张浪费 所以 我想买一套高房的酒具 用来招待他 芝毅先生真是体贴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什么时候你有扣 来西谷居取货就行 那就多谢黎朗老板了 哪里 芝毅先生名声在外 还能如此为朋友着想 实在难得 我也会回店里好好挑选一番 芝毅先生放心吧 感觉芝毅和谁都能相处融洽呢 这下叶兰可以放心了吧 就算在其他人眼里 芝毅也是个好人 先不忙下结论 我们再去他平时钓鱼的码头看看 哇 还要继续跑呀 你不会是因为想当天书星 才拼命证明知义有问题吧 说不准哦 不过 如果我当上天书星 一定会罩着你们 到时候 免费请你们品尝各种美食 怎么样 这 真的吗 那我们再去拿码头看看 来 怎么又换个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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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 那头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 我听说在这里钓鱼的人 有事会把鱼卖给附近的鱼饭 我们先去找老孙问问吧 尊敬的客人 今天要买点什么 今天想要买点水 我给你带你一生 我给你带你一乎 我给你带他来给你带他来 来来来来 你带他去来来 拳我给你带他来来来 这次是小鲜蜜 词乱至乱 拳架 杂瘾weise 华鱼 碍瑞 崎便掌 心街 ooth's baseball, bye bye 打擾了 我們是里樂釣友會的成員 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听说有一个叫知义的青年调记高超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 哇 叶兰他编造身份时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哦 你说知义啊 那家伙最近名声响得很 我有一些走南闯北的朋友 在外地都听说过 据说他早年求学时非常辛苦 要打好几份工才能勉强坚持下来 不是有句话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吗 照此推断 他以后一定是个超厉害的人 嗯 和我们想的一样呢 不过你们钓友会找他 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钓技不太行 他在码头钓鱼 偶尔也来我这里售卖 可是他的收成往往很一般 算不上岔 但也没什么好货 你们要是想招募会员 我倒认识几个钓鱼高手 那太好了 不过眼下我们还有点别的事 下次一边喝酒一边聊 好嘞 客人慢走 外地朋友都听说过 走吧 我们再去别处问问 好嘞 好嘞 对 不过眼呢 适合 喂 买鱼吗 一条三百摩拉 三条一千摩拉 物以稀为贵 今天剩的可不多了 你好 我们是鱼驾调研会的成员 想向你打听一些事 哇 他又换了个身份 鱼驾调研会 我可没做什么亏心事 别影响我卖鱼 放心 我们只是来做个简单调查 听说最近有个叫织翼的人 会在附近低价售卖鲜鱼 请问你知道什么吗 哦 原来股市冲过来的 早说了 织翼的事情我知道 我告诉你们 低价售卖鲜鱼 这事我没听过 不过 真是他做的也不奇怪 咦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太穷了 父母早亡不说 那个酒鬼老爹 死前还欠了一大笔万债 没人愿意跟执意扯上关系 他刚来码头的时候 年龄不大 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 脑袋上还缠着纱布 也就是天叔给他一口饭吃 他才活了下来 不过直到现在 他也还是没什么积蓄 倒不至于连饭都吃不起 但你经常能看到他 为了几摩拉跟别人讨价还价 所以他出来卖鱼 我觉得一点也不稀奇 反正他也没多少约 爱不着我们的生意 这话别跟他讲 不想让他知道 我和他聊过几句 感觉那小子 骨子里其实很在意别人 对他的看法 甚至有些自卑 不过站在我的角度 也没资格说什么 他已经比绝大部分人 都优秀了 人无完人 只希望他 不要因此过得不开心就好 原来如此 谢谢你的情报 小事 对了 我再重申一遍啊 我卖的鱼 价格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重复太多次 反而显得有点心虚了 身上没有多少钱啊 我们再换个人问问好了 是你们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了 幸会幸会 找本大侠有什么事吗 实不相瞒 我们初入江湖 听说独孤大侠消息灵通 所以来打听点事 这真的吗 有人 有人快本大侠 消息灵通吗 那当然 我们听说独孤大侠 是一位心地善良 有问必答的大侠呢 太好了 你们想问些什么 这条街的是 本大侠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哇 这个人连小孩子都骗 那 不知道独孤大侠听说过知义吗 那当然 是最近大人们经常聊到的知义哥哥吗 本大侠听过许多他的故事 比如 有点记不清了 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 本大侠还是喜欢听那些刀光剑影的侠客故事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 那独孤大侠记不记得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起 大人们开始经常聊知义 这个我知道 大概是两三个月以前 以前大家提到知义哥哥的时候 都是用一种让我不太舒服的语气 但从两三个月前开始 忽然就多了很多喜欢知义哥哥的人 知义哥哥还给过我糖吃 所以大家聊知义哥哥的优点时 我也很开心 果然 果然什么 我是说 果然独孤大侠 就像传闻中那样心地善良 也 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了 我还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 经常在街边聊知义哥哥的故事 他们一定是好人吧 没错 太好了 那下次见面 我一定要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攒下来的糖 也可以给他们一颗 没错 你也可以把他们的行踪 告诉我在沿上茶室的朋友 我的朋友也会好好招待他们的 谢谢你 大姐姐 不客气 那 我们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听出问题来了吗 问题 什么问题啊 知义的名声不是很好吗 老孙和老高都说了他的好话 独孤术好像也很喜欢他 没错 但问题就是 这突如其来的名声 有点好过头了 突如其来 好过头 那是什么意思 以职抱怨 求学辛苦 这些事足够他闻名相礼 但老孙说 他在外地的朋友也听说过 这就有点夸张了 你还记得 独孤朔对那些故事的评价吗 其实那才是大部分人正常的反应 敬佩 但没那么感兴趣 更别说 他的各种正面评价 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集中出现的 他小时候的事 他求学时的事 他与邻居的事 明显不是最近发生的 为什么在最近才传开 这么说的话 好像确实有些古怪 当然 如果只是这样 我不打算管 知意出身贫寒 出钱让人宣传自己的事迹 这在我看来 还在游戏规则之内 问题是 你听到老高对他的描述了吧 他一直生活穷困 收入都花在了求学 游历与还债上 我认为他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没错 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 或许 有一股藏在黑暗中的力量 想要借此 染指黎月七星 这是最坏的推测 但往往越糟糕的推测 越寂静真相 染指七星 听上去好严重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算现在去问知意 他也不可能承认的吧 首先要搞清楚 是谁在帮他 不必担心 我已有对策 还记得考察中的 时事方略环节吗 我说过 上面的规划 在他们上台后必须落实 所以这份规划 代表着他们的立场 暗中帮助知意的人 必定想要在他上台后 谋取利益 既然这样 从知意提交的规划中 就能探出一些蛛丝马迹 走 我们回岩上查试 我听到我们下轻的底部 你 知意你的规划条目众多 想要短时间内找出其中的破绽 并非一时 我将报告分成两堆 你我各看一堆 看完后 我们来交换一下情报 明面上的考察已经结束 按照规矩 不久之后我就要公布结果 必须要尽快调查清楚 很紧迫呢 不管天书如何看待知意 知意都能称得上 天书的得意门声 他做事应该不会留下 特别明显的证据 好好思考一下吧 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还没有 虽然被夜兰分走了一半 树下来的还是很多 总之间随便翻翻看吧 可知更有 that 啊 客人 attform 做事应该 到处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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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ナ 看了那么多 头都开始疼了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看来我又是第一个回来的 我记得你是夜兰的小跟班 双华 你回来就意味着 对前尾的调查结束了 没错 我走访了各个商会 打听到了最全面的消息 期间不知道吃了多少闭门羹 多亏我计高一筹 别卖关子 直接说 是 夜兰大人 我先说结论 大部分和前尾接触过的人 都会先痛骂他傲慢自大 但紧接着 又会给他一个相当不错的评价 非云商会的小少爷说 前尾虽然看着傲慢 但做事却极有章法 而且只要契约签订 无论对方是平民还是富豪 他都会一视同仁 完全没想到 名声是否有造假的可能 有没有办法查到他名下产业的账目 按理来说很难 但怎么说呢 我打听了一圈才发现 前尾几乎所有账目都是公开的 从哪进的货 去哪里卖出 原本应该是机密事项 他却完全不设防 前尾往往能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 可他大赚一笔后 就像是玩捏了一样 转头就把所有的商业秘密公开出去 摆明了一副 让你们知道有如何 你们还是玩不过我的态度 偏偏这样的人又能赚到钱 真让人火大 好奇怪的人 感觉他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 倒像是 嗯 像是为了验证一些结论吧 难怪他的那份规划颇有见谛 原来他已经亲自做过许多实验 我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那还用说 当然是因为我本领高强 永远快人一步 不 应该说是快你一步 你 算了 我不跟你吵 要不是顺路处理了一点别的事 我早就先回来了 叶兰大人 明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说说看 总务司那边说 明博每次着急的时候 说话就会磕磕绊绊 特别是与陌生人聊天时更是如此 但和他认识几天后 基本就可以正常交流了 整个总务司对他的风评都很好 因为他总是能考虑到别人忽视的问题 那依你看 总务司对他的评价是否有夸大的成分 我觉得没有 明博的名声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按照小宇的说法 总务司的许多事物在实行前都会让明博再看一遍 他点头后 大家才彻底放心 哦 对了 曾经有一个总务司的人欺上瞒下 被明博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据说他生气的时候非常可怕 不过我没见到 哇 我也很难想象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 眼见未必为实 现在我大概懂了 辛苦你们了 去休息吧 另外 规划书看完了吗 我们再去看看 当看其中的每一条 感觉都挑不出什么问题 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 是这个清虚谱再开发计划 清虚谱本就有许多秘密 过去惹脱龙王在那边大闹一场 更多的秘密被深埋在地下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兴起一个流言 据说清虚谱下面埋藏着巨大的宝藏 于是在很久之前 经过七星批准 开采队在那里 进行过一次试探性挖掘 那挖到宝贝了吗 并没有 一记的尽头非常坚固 除非用特殊炸药 轰开坚固的岩石 否则无法继续向下挖掘 但当时技术并不成熟 于是挖掘工程就停止了 宝藏也就只成了一个传说 我看织翼的规划风格 正在解决问题 挖掘宝藏风险很高 不像是织翼会做的规划 然而单凭这一条 还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想要宝藏的人太多了 盗宝团 余人众 甚至包括离岳本土的许多势力 你那边有什么头绪吗 挖掘 工程 宝藏 我们是不是在规划书 看过类似的东西 没错 只一说如果有合适工程 会让黑眼场优先开动 原来如此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话 事情就变得清晰了 知义想让黑眼场 去挖掘清虚谱的宝藏 难道说给知义支持的 是黑眼场 不 不太可能 黑眼场的老底 我以前查过 现如今 他们跟各方势力 没什么牵扯 黑眼场内 确实存了一些特殊炸药 但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只为拿到一个危险的工程 未免有些得不偿失 不过 既然线索指向了黑眼场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 很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收获 没想到前尾明伯 和我们印象中的 都不太一样 追忆 其实也有另一面嘛 好 是看来有几个人现在可惜不准 就用我去拆开 你去拆开 这里就是黑烟肠了 四处找找有什么线索吧 这个是记录 从背面来看应该是账本 不过似乎也被当成记录本来用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 不过不觉得有趣吗 新人会是谁的人呢 燕兰是怀疑那些新人有问题 没错 如你所见 那些新人中已经有人升任组长了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等到清虚普在开发计划实施时 他们起码也是技术骨干 届时他们可以做很多手脚 比如抄露地底的秘文 或是偷取地下的宝物 想象一下 如果不是我们有所怀疑 等到知义提出 由黑烟厂进行开发时 我们最多去重新核实一下黑烟厂的背景吧 其实黑烟厂没什么问题 只是关键岗位被换了人 就算我们决定连人一起查 这么长时间也足够他们伪造好身份了 这就是提前布局的好处 真是好手段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道理 如果我们没发现的话 传说中的宝藏就要被别人拿走了 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呢 那就得问问这几个新人了 走 我们去找那边的工人打听一下 那个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那几位新人 哦 是想向他们学习吗 那几位新人 身体素质是一顶一的好 物性也不错 各种技术学得飞快 哎 唯一的遗憾就是 他们晚上经常抱团出去喝酒 却不让其他人跟着 可能还没有完全融入进来吧 过段时间应该就好了 抱团出去喝酒 这附近好像没有酒馆 岂不是要跑很远 那当然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直接回离岳岗 到万明堂去喝酒 今天放工后下了场雨 他们倒是老老实实 在工地待了一段时间 可雨一停 立刻又出去喝酒了 年轻人经历旺盛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原来如此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看来我们赌对了 那几个人确实有问题 回离岳喝酒 亏他们想得出这样的借口 十有八九是去交换情报 碰巧今天刚下过雨 地面上会留下脚印 虽然不觉得 他们会这么容易暴露行踪 不过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他们往那边走了 我们快跟上去 小鹰 似乎确实是朝着离岳岗的方向 难道我们猜错了 他们果然没去离岳岗 而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 不过看脚印的方向 他们似乎是去了 那个废弃房屋 在这边的路上 那边继续 不过看脚印的方向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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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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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确实来晚了一步 这里应该是那些新人与幕后势力接头的地方 不过所有证据已经被销毁了 对一堆灰烬 就是刚刚焚烧过的书信 会不会有没杀完的 比如烧了一半 火突然被风吹灭了 那种小概率事件 基本是不会发生的 我看过了 所有的纸张都充分燃烧 只剩下灰烬 那要不我们回黑眼厂等他们 反正他们总是要回来的吧 未必 这里应该是他们用过的据点 但现在什么都不剩下 很可能是幕后那些人 为了防范我们的调查 提前一步把他们带走了 那不就是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吗 别搞错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 原本也不是找到什么切实的证据 只要推测出 织意背后是谁就够了 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一股奇特的味道 那些新人 大概觉得把信件烧掉就安全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同地区出产的纸张与墨水 焚烧后会有不同的味道 真的吗 我什么也没闻到 你闻出什么味道了吗 有一个地方气候苦寒 只有一望无际的冰原 那里的一些有钱人 会将花香加入墨中 寓意每次提笔 能在纸上留下些许春意 带有香味的墨水焚烧后 并会留下这种特别的气温 没错 这点证据很快会被风吹散 没办法靠他将凶手抓捕归案 不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知道了对手是谁 就可以制定下一步计划了 夜兰大人 可算找到您了 我还以为再也请不到您了 你是谁 不用紧张 这位就是与文渊 商华同列的五佩 之前我让他去查 知义平时接触的人 因为知义喜欢钓鱼 五佩认为 他可能与附近渔夫水手相熟 所以乘船出海去打听消息 我在岩上查试给他留了字条 让他回来后到黑岩厂找我 这样万一幕后主使 在黑岩厂设服 我们也不至于孤军奋战 那么你在海上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吗 属下无能 实在没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附近的渔夫问了个遍 也没谁跟知义有什么交集 因为风浪太大 我不小心再到海里去了 好不容易才被人给捞上来 回来之后 听说您在黑岩厂 我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马不停蹄地赶来支援了 哦 天书说 知义曾经从一位渔夫手上 买了份食谱 这个消息你也没打听到 哦 我不知道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听我说夜兰大人 所有的渔夫我都问遍了 哪有什么食谱啊 那个渔夫 那就有趣了 那锅特别鲜美的鱼汤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鱼汤 什么鱼汤 没事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突破口 抓到切实的证据 如何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不坏的方案 不过五配 你说说吧 不瞒您说 我也试过跟踪之意 然而内斯实在太警惕了 没有和任何可疑人员碰面 看来不能盯梢了 不 盯梢还是有必要的 不 铺垫 你接触情报工作久了 就会明白 世上没有任何人 能永远保持警惕 特别是 当他觉得自己快要赢了的时候 明天上午 我会在岳海亭当众宣布他的胜利 那之后 你猜他会做什么 别忘了准时过来 否则可就看不到好戏了 好 好 好 爽 费 既然人已经到齐 那我也该宣布这次考察的结果了 天书星的重要性无需我过多重复 天书将考察候选人的重任交给我 我也必须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场的就我们几个 不用藏着掖着 直接说吧 前尾有许多开创性的想法 但是细节设计不足 而且性格容易与他人激起矛盾 明薄四平八稳 但进取不足 而且性格难以扶重 相比之下 织意各方面较为均衡 而且在梨月风平颇为不错 本着对各方负责的态度 我准备向梨月七星上报织意的名字 什么 那个 恭喜 谢谢 说实话 听到自己的名字 现在还有些意外 不过在我看来 我们三位 无论谁都有当选天书星的可能 作为竞争对手 我对你们两位的才华 再清楚不过 不知两位是否愿意留在我身旁 帮我分担一些工作 再说吧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想思考这种问题 我没问题 只要能做事 那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致意好好准备 不久之后会有人通知你上任的事情 希望你认真做事 不要让天书失望 我不会愧对这个位置 唯有这点 请各位相信 那我先告辞了 回去收拾一下 然后再到外面吃一顿做个庆祝 各位要一起来吗 我就算了 实在没有这个心情 质疑看上去放松了不少 现在正是丁梢的好机会 喂 那边的李星浙 你给我讲讲 我到底哪点不如他 你要是答不上来 我可不认这个结果 我也想知道 糟糕 被缠住的话 就走不掉了 你们先跟上去 是 总算摆脱了 叶兰大人 执意往飞云坡的方向走了 跟上去 动作要快 四一 真的投靠鱼人忠了吗 连天书都夸他很厉害 为什么这样的人 要为鱼人忠做事呢 还不好说 等再见到他时 应该就会真相打败 轻人忠说 我还不怕 只能把他走 我还不断 我还不怕 我家 你 我还不怕 这下防备,依旧很警惕 不,根据五配的说法,他比平时松懈得多 应该说是本能吧,他对周围任何视线都很敏感 怎么会这样 不必自责,毕竟是天书亲手交出来的人 有这种本事也不奇怪 就像让你们去跟踪天书,你们也会被他绕得找不着呗 没事,知义最后去了哪里 新月轩,他进去的时间很短,我和五配在外面守着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打扮和他完全不同的人走了出来 五配觉得那人的气息与知义有些相似 可如果上前确认,一定会被他察觉 我认为一旦被发现,今天的行动就毫无意义了 哪怕将他就地逮捕也没用,我们没有证据 所以我阻止了五配,然后在这里等夜兰大人 那大块头则进了新月轩去打听情报 做得不错 鱼不吃饵没关系 只要他还在水里,总有抓到他的办法 关键是搞清楚他要做什么 走,去新月轩 又是怎么办 没关系 那他也可以看见 他就不吃饭 他拖开了 你 他们在那边 不得不吃饭 他就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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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高峰的古代酒具 看上去颇为华贵 不瞒二位 这样的酒具 我们手里的也不多了 芝衣先生买走了一套 剩下来的这些 价格恐怕还要再涨一涨 放心 价格好商量 不会让琳琅老板吃亏 不过有件事我还不太明白 芝衣买的那套酒具 包含酒杯在内吗 那一套的酒杯可以单独购买 最少一支 最多四支 想知一先生就买走了两支 哦 多谢琳琅老板 没想到一套酒具里 有这么多讲究 我们再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可要尽快 晚一天的话 说不定就卖掉了 几位客人慢走 事情麻烦起来了 还不是某个大块头 自称实力派侦察大师 但丁烧个普通人 都有被发现的风险 你不是也做不到 因为我本来就是交易派 难道你要和我比身体素质 无 无法反驳 夜兰 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 找不到芝衣的踪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她为什么要来 新月轩买酒呢 为了庆祝吗 那可不是普通的庆祝 什么意思 首先 知意并不叙酒 甚至因为她老爹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讨厌喝酒 如果是单纯的自我庆祝 她不会把仅有的一点钱 花在昂贵的烈酒上 更不会买一堆酒杯 这是庆宫宴 和站在她背后的那个人 举行的庆宫宴 那个人必定喜好烈酒 而且极有身份 所以才需要用到 看上去昂贵的酒具 符合这样条件的愚人众 集中在哪里 你们应该知道吧 愚人众官员 应该在智东国使馆 或者北国银行 多带点人 把这两个地方围了 一兰大人 要动手了吗 我第一个支持 想什么呢 是秘密件事 知意警惕性高 不代表跟她喝酒的人 警惕性也高 既然这样 我们换个人盯烧就好了 对啊 如果知意买酒 是要款待谁的话 我们跟着那个人 就能找到知意了 可一兰大人 如果被发现的话 可能会上升成外交事故 我知道 但你没发现吗 知意是把她的一切都堵在了这里 想要抓住她的把柄 我们也要冒一定风险 执行命令 另外多做几手准备 在所有知意可能去的地方 都留人观察 是 放心吧 夜兰大人 知意不好对付 但愚人众官员的动向 我们一定会摸个清楚 我在茶馆等你们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愚人众官员 多半会在夜晚行动 你也去准备一下 之后我们再沿上茶室碰头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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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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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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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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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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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坚持服用 最多两三年就能彻底痊愈 幸亏发现得早 要是再晚几天毒素侵入脏腑 可就真的危险了 没想到这么稀有的毒物都能找到 愚人种那些人 门路挺广的嘛 可惜遇到了我们 伞他们阴气不好 那天说 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段时间切记不可过于激动 好好休养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谢谢你们了 你们来了 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们 等会儿我来泡茶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啊 之前感觉精力衰退 现在脑袋却越来越清醒 这样来看 挑选天书星继承人 似乎没那么紧迫了呢 越来 你来了 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我也抽空过来看看情况 委托到此结束 天书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之意不适合做这个位置 前尾和明博 倒是可以培养一下 辛苦你们了 唉 都说人心已变 可真正经历过之后 还是会有一种萧条感 是我的错觉吗 总觉得天书 并没有很惊讶 不要小看天书 他如果真的对之意 深信不疑 就不会委托我来做这个考察官了 按照一般流程 其实是由月海亭负责考察 我说的对吧 天书 是啊 平心而论 我也想发自内心地相信他 但我必须对天书星 这个位置负责 其实刚认识之意的时候 我也曾怀疑他接近 我另有目的 于是暗中做了许多调查 结论是 那时的他 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只把我当成是一个 普通的调友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连他也变了呢 我并没有直接举荐他的想法 但我打算给他一场公平竞争 出身和名望 在许多人眼中很重要 但我反而不怎么看中 我刚刚当上天书星的时候 也没什么名气 许多事还需要拜托甘雨姐姐出面 我真正欣赏的是那孩子聪明 而且不服输 知意确实是个聪明人 而且很谨慎 从情报来看 愚人众那边 对他的警戒度很低 但知意还是为下毒 做了充分准备 他选用新月轩的烈酒 以烈酒的辛辣 掩盖毒药的酸色 同时选在愚人众官员 喝得半醉 警惕性大减的时机投毒 他在买来的酒壶中 安装了方便藏毒 与下毒的暗格 湖中烈酒逐渐减少 他便自然地摇晃酒壶 让暗格中的毒药 陆入酒中 事后 我们还从他身上 找到了一些解药 一旦愚人众官员 表现出怀疑 知意会跟他一起喝下毒酒 然后另找机会 服下解药 可是毒药对身体的侵害 嗯 如果他真的喝了毒酒 即便服下解药 也会留下极大的后遗症 就算对自己 他也没什么犹豫 知意现在怎么样了 牢里蹲着呢 用燕妃的话说 世上所有的犯罪 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过 他倒是还算配合 没有拒绝我提出的交易 所以我会加派守卫 保护他在牢里的安全 防止愚人众 暗中对他下手 交易 是说逮捕知意的时候 夜兰跟他说的话吗 没错 我对知意没什么兴趣 如果这次的事情 只涉及知意 我半路就可以丢给 手底下的人去做 不过涉及到愚人众 事情就变得有趣一些了 我感觉 能抓到一条大鱼 抓到了吗 差一点就能抓到 可惜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 天书 夜兰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知意勾结愚人众 谋求天书星的位置 反过来也可以解释成 愚人众干涉天书星选拔 那个叫游苏波夫的 愚人众官员在我们手上 配合知意的口供 就可以在外交场合继续进攻 另外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控制游苏波夫的副官 提奥凡 将他作为一颗 打入愚人众内部的棋子 这种棋子非常关键 在一些场合能派上大优 无力不起早 你以为我在这里忙些什么 那那那成功了吗 成功了一半 前半部分进行得很顺利 所有资料已经移交给了 宁光大人 不过当我们联络到 提奥凡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已经失踪了 连同所有的证据 应对这么迅速 恐怕愚人众那边 也有双眼睛盯着这边吧 我从其他渠道拿到了情报 执行官妇人插手干预了 愚人众的主要力量不在这边 妇人应该也只把这 当作一步险棋 让提奥凡跑了 虽然有些可惜 不过知道哪些执行官 还盯着黎月 我下一步工作也有了方向 说起来 叶兰 你有接任天书星的想法吗 我记得几天前在岩上查试 你也表露过这样的兴趣 在我看来 你的能力也足够胜任 那个啊 当然是开玩笑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生活 有危险 也有刺激 虽然都是在暗中活动 但升任天书星 可就没办法 真正投身到黑暗与危险中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也该走了 过几天 还要出去一趟 得提前准备一番 叶兰要去哪里呀 当然是 暂时保密 不过 按照你们爱管闲事的性格 今后多半也会卷入到 什么麻烦中去吧 说不定我们会在下一个 危险的地方再会 在那之前 可不要麻痹大意哦 毕竟盯着你们的势力 也挺多的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问天书吧 毕竟经过这次的事情 天书也欠你们一个人情 对吧 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曾对知义 前伟和明博都说过 权谋算计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却是恪守本心 知义与尤苏波夫大使机关算尽 互相把彼此视作棋子 然而在夜兰与妇人眼中 他们也不过身处在一张更大的棋盘上而已 全谋算计永无止秀 应付不来的话 倒不如置身其外 反而能看清许多东西 每个人都有欲望 但不可被欲望掌控 不必计较暂时地得失 向着内心所想的方向前进就好 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刚刚认识夜兰的时候 她还很年轻 但那时候 她的身上就有一种狠劲 性格也让人捉摸不透 我的一位老友 曾私下里评价过夜兰 说她脸上常带笑容 眼神却毫无效益 是个很危险的人 不过在我看来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 至少她不会伤害 与自己相互信任的人 有什么想问的吗 妇人是愚人种执行官第九席 大概也是执行官中最有钱的一位 不过她的富有却不仅仅体现在摩拉上 她对财富有许多特别的理解 她策划的事甚至可能会动摇这个世界的根基 除此之外 我没有太多关于她的情报 如果今后你确实需要 可以找宁光打听 有什么想问的吗 如夜兰所说 我的身体基本恢复 可以留下来再坚持几年 这几年 我想逐渐把工作交托出去 慢慢培养与考验新的候选人 哦 说起来 前维与明博还在楼下等着 等会儿 我也会和他们好好聊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